嗨 哈囉 大家好 我是Ryo 現在美國的 三大指數 的盤錢 其實目前來講他是 漲的 像以小納斯達克來看他現在是漲的 還有小SMP也是漲的 然後小道琼也是漲的 那到底現在是不是可以進場 我用技術線型給大家看一下 那技術線型來看的話 他從9月 9月7號這裡開始下跌之後 其實目前來講這個5日跟10日線還是 算是在死亡交叉 就是這個 就這兩條線他還是死亡交叉 那目前來講的話他還沒有很明顯的站上這個 這個5日線他還沒有站上 那如果有站上維持幾天之後這5日線 開始反轉這台是一個進場點 所以目前來看的話是 是還沒有這個局勢目前來講他以 5日10日線的短期均線來看還是往下 這是倒窮的 那在接下來我看一下那個 SMP SMP也是一樣 你看這個也是一樣這兩條線 5日線10日線往下 但他有一個好 一個好處是 他目前是在半年線 這個位置 那我我我我的話個人來講話我是用這個半年線來做一個多空分界線 那目前他是往上他還是多頭行情 我只是說目前來講他是還沒有站上這個5日線 目前是還沒有 那我再看下一個指數來看一下 下一個 下一個是 就是 NASDA NASDA也是一樣 那反而是NASDA這次的跌幅比較小一點 他線圖也是一樣5日10日線 是算是目前是死亡交叉 所以他如果要長上去一定要站上這個 紫色這個5日線往上 不然的話就是這個 趨勢短線趨勢 他還是往下的 OK那就分享給大家謝謝 謝謝